欢迎关注明镜头条 今天的焦点话题 关注台湾争端之中最新的美国和中国各自的做法 本周作为对台湾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的回应 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 并要求立陶宛召回该国驻华大使 但关于台海地区的新闻 本周远不止这条 首先关注新闻联报讨论重点 传台美海巡联合操演法舰也现身台湾外海 台湾海巡述最大盾位的嘉义舰 小号上午率领其他三艘舰艇出海 有消息传出这是为了在花莲外海 跟美国海岸巡防队联合操演 不过海巡署方面已经否认相关消息 仅强调是例行训练 不过也有消息指出 嘉义舰出海是台美海巡联合操演的预演 综合媒体报道 台湾海巡署4000吨级的嘉义舰 在10号上午被拍到石离花莲港准备出海训练 而且同时率领1000吨级的台东舰 600吨级的安平舰以及巡防艇出海 尽管海巡署方面已经否认 是跟美国海巡进行联合操演 不过海巡署也强调 今年3月跟AIT签署海巡合作备忘录之后 台美海巡未来不排除 任何可能的互动合作模式 对此中国国台办严厉痛批 中方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 民进党当局跟外部势力勾结挑衅玩祸 必将致死恶果 而据了解台湾跟美国在今年3月 签订台美海巡合作了解备忘录之后 当天上午就已经首次在 华联外海28海里处进行联合操演 当时台湾方面出动的也是 4000吨级的嘉义舰 由此舰来领军共4艘各型舰艇参与 北方则是基于保密原则 没有开启航行相关信号 另一方面有消息指出 法国海军普勒旺4号11号在台湾彰化方院外海陷宗 脸书粉丝专页新27部队军事杂谈发文指出 11号有一艘法国海军普勒旺4号巡防舰出现在彰化外海 不过先前并没有任何有关法国海军该舰在亚太地区活动的消息 根据中央社的查证结果 台湾海巡署中部分数证实有法籍军舰停靠在彰化外海 也有派出舰艇前往查看 而法国在台协会主任公森梦 7月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特别提及 以法国印太政策而言 维护自由航行权力一向是该政策的一环 这不是新的政策方向 唯一可以表示有心意的地方在于 法国落实印太战略的方式 例如跟印度、日本、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区伙伴 共同演习合作捍卫航行自由 接下来关注大使小平讨论重点 美台联手切香肠 中国着急对台湾又多出一条红线 华盛顿最优秀的中国问题分析师之一 他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叫利明章 英文名字叫比尔比小 这个老外原来在中国的时候 办一个外国人看中国 后来呢再回到美国之后呢 就办一个这个 每周四次的这个中国简报 也有的叫做新闻简报 那么这个我听说的消息是 我听说消息是这个人啊 靠办中国简报啊 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一批编辑 因此这个把他认为是华盛顿最优秀的 这个分析家之一 或者是像美国新闻网站政客 所把他评的那样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 中国通啊十大之一啊 是这么一个人物 他在关注什么东西呢 他在关注这个环球日报的这篇社论啊 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论呢 我先我先啊 这个搁一边去啊 环球时报为什么要发这篇社论啊 环球时报要发这篇社论呢 是因为拜登总统 他在履行他的一个当初的一个承诺 什么样一个承诺呢 拜登啊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一个倡议啊 当时在这个我们记得在外交事务上呢 啊有一个关于拜登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战略策略的一个一个文章 好像是啊 他承诺 他单选一年以内要举办这个世界的民主峰会 啊民主峰会啊 那么现在啊 也就是这个11号 白宫宣布 这个民主峰会呢 要在今年的12月召开 那么从拜登11月 啊去年11月单选到现在12月啊 也就在一个一年以内吧 啊 真还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他要开这个民主的峰会 那么这个峰会呢 计划在今年的12月啊 今天的12月应该是开两天时间啊 开两天时间 嗯 那么实际上呢 他是一个网络的民族峰民族峰会 在这个网络的这个民族峰会开完之后 在一年以内呢 他要开一次面对面的民族峰会 等于是两回啊 就是这个民族峰会的事 那么这个民族峰会 为什么要把这个台湾的扯进来呢 三大问题 由于这样一个峰会 他要召集世界各国元首 民间峰会 直上组织和私营企业参加 那么 这个峰会里头 能不能能不能够邀请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蔡英文女士参加 就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 当拜登提出这样一个参与之后 他的国务卿 在今年的3月10号 接受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这个 听证会上这个答复问题的时候呢 当时有一个加州的这个众议员 叫金英玉 Tim Young 在这个听证会上就问了这个国务卿 布林肯两个问题 一个是这个台湾 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地位问题 一个就是这个台湾参加这个民族峰会 的问题 那当时这个布林肯 国务卿的这个回答呢 是非常坚定的 这是当时布林肯怎么说的啊 我绝对承诺 会做这件事情啊 我和你有共同的看法 因为这个金英玉啊 敦促拜登政府推动将台湾包括在即将举行的民族峰会之中啊 然后呢 这个布林肯在听到了金英玉的时候呢 他就说我和你有共同的看法 台湾是一个强健的民族 一个非常强健的科技力量啊 也是一个能够对世界而不仅仅是他人民做贡献的国家啊 新冠肺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等于是布林肯在推动台湾加入世界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和邀请台湾加入这个世界的民族峰会的这两个问题上 这个态度都是肯定的 拜登倡议啊 布林肯对这个事情OK 而且发出了绝对承诺啊 绝对承诺会做这个事 那么这样的明确的信息之后呢 那个美国驻台啊 这个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啊 有的叫他有一段时间改成大使啊 叫萧美琴啊 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这个访问的时候呢 萧美琴啊 表示 台湾方面啊 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出盼望参加啊 美国有人间接正面回应 也就是说在这个国会听证会之后呢 美国国务院跟这个啊 台湾驻美国的代表代表或者美国的这个 跟台湾的这个官方代表之间呢 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们实际上是有沟通的 而且不止一次 而且每一次 沟通的这个结果呢 似乎都不错啊 给双方 带来了这种参与峰会的这种希望 美国也想要他参加 台湾也想参加啊 那么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 也曾经表示过 感谢布林肯对台湾的 公开的 坚定的支持 啊以及对台湾民主制度 及防御成果的肯定 那那么台湾的这个官方发言人说呢 愿意通过这两件事情呢 啊加强美台全球伙伴关系 所以说你从这个民族峰会的这个酝酿的前后的过程来看呢 啊拜登啊是作为自己当初进行的一个承诺提出来的 现在他有履行承诺 而布林肯在这个国会的时候呢已经提出来要邀请台湾参加 而且台湾特别坚定 那么在这之后呢啊台湾的官方代表啊中华民国政府 跟美国这边的互动 啊证明了台湾啊 西伊夫铁定要参加这样一个峰会 而且呢啊 我现在看不到有意外 蔡英文总统不被邀请 这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环球时报急了 啊环球时报急了 那个急呢就发了一篇视频啊 那么这个视频一发表就被这个华盛顿 最有影响的啊中国分析师之一啊 历明章先生所看到的讨论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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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论实际上是挺索认听吻 听吻的啊 大陆绝不会允许蔡英文参加民族峰会 大陆绝不允许啊 就好像北京在主导这样一个民族峰会式的 那么你读他的这个内容呢啊 你会发现啊他这个峰会是今年的十二月九号到十号召开 啊刚才我说十二号啊十二月召开 那么具体的时间是十二月九号到十号 那么白宫的那个官方的声明中也有 我们导播会贴出来 绝对不允许啊绝对不允许啊 他发出了一个什么信号呢 他发出了什么信号呢啊 这是一个干预台湾事态的严重升级啊 中国不会坐视美国这种方式突破底线 所以说我的标题说呀啊 台湾参不参加这个拜登总统布林肯啊 国务卿推动的这样一个世界民族峰会 这个呢被认为北京的设定的一个底线啊 所以又有一个底线 如果你参加会了就突破了底线了啊 如果华盛顿制造一个美国及各国领导人 与蔡英文共同会晤的场景啊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第一个场景是四平峰会 等于蔡英文在那个镜头下啊 在珠穆的镜头下面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人像啊 然后拜登也在那四下各国领导也在那 有很多很多国家的人像啊 派在蔡英文里面是一个啊 那么他就认为是公开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 从外部打破台海地区现状啊 中方唯有亮剑啊 采取断然措施才能做出决定性的迎头反击 那么他说这个反击的措施呢 预计被比1995年啊 美国邀请李登辉到卡南尔参加啊这个校友会议活动 以后北京向台海发射导弹那次还要严格 还有严厉 那么中方这一次的反应只有比那一次对付李登辉的那个行动 还有严厉呢才能显得成显得显得出啊这种反击听比例 那么说穿了说白了的话是什么行动呢 大家猜一猜 北京对台湾没有多少手段啊 经济上的手段他按不住 按不死 他唯一的手段就是军事 军事呢他也不能够去把台湾给夺过来啊 那这次他提了个什么搜主意呢 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海岛 台湾岛 这是一项极具震撼力 很具现实可操作性的措施 然后呢我们期待美台的第一次突破性操作将成为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岛的历史契机 那么就利用这个蔡英文参加这个世界民族峰会的这样一个机会呢 把解放军的战机派到台湾岛上去飞一圈 这样一个动作才显示出啊 这种严厉的程度比当年美国邀请李登辉啊 访问他的母校的那个反制动作还要大 这就是这个 求报呢这次提出的这个反制的措施啊 调子高得很高 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呢怎么解读呢啊怎么解读 啊这比较有意思的啊比较有意思的 我的嘉宾啊我的嘉宾这个吴强博士呢这个周周二的时候呢在跟我谈啊 中国的这个新华社不是最近写了两篇很长的文章吗 啊一篇谈香港问题一篇反击美国和他的同盟啊两篇文章 每篇将近两万字啊 那么反击这个美国和美国同盟的这篇文章呢两万字呢 他没有署名以新华社的名义写的啊 那么后面那篇谈香港问题的那篇文章呢 新华社的八个记者 那么第一篇的文章的两万字啊 后来被解放军报给这个两大板转载 啊吴强博士就分析啊这篇文章呢 啊应该是新华社的军分社给作品啊 在某一上他是动员解放军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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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政战工具啊用这么一个解读啊 其中他还谈到担惊中国的这个外交啊 啊中国的这个外交啊被外交部所绑架 那么这个囚报的这个设论呢 我认为啊是大外宣绑架中国外交的啊 经典的例子 这些年来啊 就是这家囚报啊关于台湾问题 他已经放出了不少的底线红线 每一次都交的最高 无论是外交部也好大外宣也好 啊他绑架外交 为什么叫绑架外交呢 如果解放军的行动 因为外交部也好还是大外宣也好 如果解放军的行动对他不进行背书的话 那就是绑架啊 如果解放军的文章对他进行背书 解放军的动作对他进行背书的话呢 那就不叫板架那就是串通仪器 事实上现在我们很少看到啊解放军 背书 囚报背书外交部的行为 那么这一次这个囚报这个东西会不会穿班 我们就看嘛啊 现在美国的这个架势是肯定是要邀请参加的 啊台湾那边也越狱是要来开这个民主峰会 那么这边说你敢开你开的话 我就把飞机分到飞到你台湾岛上去 那最后解放军的飞机没有来 你这个囚报不穿班了吗 这就是问题 那么最近这个囚报画的底线也不是这一次 啊什么解放军军机到台湾 啊美国军机到台湾的时候就是这个啊 武统台湾之时 这也是囚报的声音发出来对不对啊 后来后来美国的军机到了台湾 你见过解放军去统一台湾吗 没有了事吗 所以我那个星期几啊 上个星期四的晚上我请了一位台湾的这个嘉宾啊 他原来是国军的上校啊 但是这个人呢也有这个学术背景 他在英国的霍尔大学拿了博士学位 那么有一个博士学位 他在跟我讨论的时候 他说小平啊你别介绍我是国军上校 你介绍我的博士学位 这样的话可能人就觉得我的话更有含金量啊 类似的这样东西吧 他就不喜欢我介绍他是上校 但是后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谈 我说你第一次作为我的嘉宾 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您是谁啊 那他就说我在国军服役了三十四年啊 曾经是国军的这个军舰的舰长 上校海军上校 他在我的节目上就谈过啊 谈过这个所谓的红线底线问题啊 那么那个节目里头呢 这个五十多分钟的时候呢 他就谈到啊就是这个 中国的这个 那边啊 画出的很多红线都没法兑现 他说这个媒体啊说一些无厘头的话啊 那么里头就批了这个囚报的老总啊 他自己他说他们也见过面啊 但是他见面上如何批那个囚包的老总啊 说你这位人物会如何如何的啊 他说这个媒体说些无厘头的话 那外交人员也说啊 这个外交人员说是指的是谁呢 是指的这个中国当时中国驻美的这个公司李克星 那么这个李克星呢 在一个啊 侨胞的这个一个宴会上呢 他就讲过一句话 他说美军舰要提抗停靠高雄之日呢 就是解放这种武统之时 那么我当时就问我说这个张先生啊 这个李克星可是中国驻美国的公使啊 他说这番话啊 那他怎么说啊 他说你见过这个当时中国的党媒和像样的官媒 或者党媒为这个李克星背书吗 而且他也告诉我 四号这个李克星啊 那个要做了检讨 所以说他是中国那边啊 有很多人在下起后 左划一条红线 右划一条红线 最后划的红线都没有实现 接下来关注明镜要报讨论重点 日本增加军费应对中共攻台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鉴于中国扩军南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的局势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在8月10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2022年度以后的国防预算增额是理所当然的 有关日本2022年度以后的预算编列 国防经费将增额一事 麻生表示国防经费并非绝对 而是相对的 如果对方的国防经费成长的话 日本也应该相对的调高国防经费 麻生的意思是中国正在增加军备 日本必须要有所因应 他强调说考虑到东海南海台湾海峡的局势 日本一定要有所因应才行 作为贺阻力增加国防经费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2021年度的国防费用为人民币 一兆3553亿元 约为日本的四倍 鉴于中国的海洋扩展行动 朝鲜开发核武器以及弹道飞弹等等 日本2013年度以后连续9年国防经费成长 2015年度以后每年国防经费皆创下了新高 2021年度预算当中包含了驻日美军重编的相关经费在内 国防费用为5亿3422亿日元 接下来关注今天大新闻讨论重点 立陶宛是中美引爆点 一战的引爆点就是小国 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很多很多的人都认为已经进入新冷战的边缘 用吉辛格这个美国的元老政治家 元老外交家的这个讲法 他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就新冷战新冷战的山脚了 他们这个因为这些人都是非常熟悉 整个西方历史发展的 所以他们很害怕这个中美之间 现在这样子的对抗啊 会很像很像走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德国跟英国的这个霸权的争夺的这个故事 这也就是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耳熟能详的 所谓修西底德陷阱的这个历史故事 那么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现在在这个立陶宛 发生这个小事当着一个这个想象力的 说是中美红线在台湾问题上红线的一个引爆点呢 因为这个中美关系里头最容易引爆这个不可逆转的冲突点 大家都认为是是台湾 所以呢你只要稍微关心一点这个 美国的这个战略学者啦 或者是这个军事啊战略啊地缘政治啊 讨论里头啊 这一年多来可以说啊 可以说是台湾的这个安危 是所有关系的最最最焦点啊 可以这么讲 然后的话呢 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的激烈性啊 在这个拜登就任以来啊 没有任何丝毫的缓和 而且是越来越增加 我们知道这个八月间啊 在这个美国国务卿啊 跟这个在东西东盟会议 就是阿斯亚的这个外长高峰会啊 他是参加了好几次的 这个好几个各种的这个 跟东盟有关的这个会议 那在当时他是就要重谈啊 就是不断的这个 这个把这个 说中国呢是威胁了美国的 这个破坏了这个美国 就是这个国际秩序的规则啊 那么然后的话呢 在香港问题上了 新疆问题上了 西藏问题上了 当然台湾问题啊 这些都是他不断的提的 而这个时候呢 这个外长会议里头 这是视讯的外长会议 中国这个外长呢 当然也发言了 发言完了以后 在这个布林肯发言完了以后 这个王毅啊 特别补充了一段话 就是说等于是回怼 这个布林肯的话啊 他就是说呢 你想要破坏中国的主权 独立领土完整的 就是破 就参与中国的 干涉中国内政啊 然后希望中国因此而崩溃的意思啊 就是爆发这个 让中国这个国家不得安宁啊 你以为你利用香港 利用这个台湾 利用南海问题 利用这个新疆问题 你可以这么做 可以能够弄成啊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这个话是很重的一句话 由中国外长这个 这样子讲出来 这好像有一点 波富马歇的味道一样啊 所以的话呢 这一点呢 实际上这半年来 从三月间的 这个阿拉斯加的会议 然后到七月间的 沙门的会议 然后到八月间的这个 在这个东盟外长会啊 那么然后当然在 在实际上也是 这个在整个东亚 这个最近 印度太平洋这一边的 这个两边的这个 海军军事演习啊 这些呢都很显示出来 确实这个中美呢 是好像一步一步一步的 往这个就是 步这个德国在 在十九世纪末叶 跟二十世纪初叶 去挑战英国 当时的世界霸权 海员海上的世界霸权啊 或者是很多地方的世界联盟啊 这样欧洲的霸权啊 什么之类 这样子的历史的过程 而这个里面呢 认为这个像 基金阁这样子的 老练的这个观察家 他们就讲说 历史是可以扭转的 可以这个不必然 一定要这个不会以史为鉴 而这个的话呢 那个关头啊 就是说在一九零五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如果英国 德国跟英国都 充分意识到这个 这个爆发大战的危险 而且这个大战最后是 谁也没想会把整个世界去 他们的心中的世界 秩序摧毁的这么一个 一个这个大战的话 在那个时候 牛转回头还有可能 但是过了这个一九零五年以后 基本上就好像是一个 这个杀不住这车一样 就慢慢慢慢最后就就爆发 事实上我们要知道 在一九这个这个爆发大战之前 全当时的所谓的文明世界 主要是西方西欧的这些大国 都有很强的各种这个 这个主张这个世界和平的 这个这个而且就是消除战争的 这个努力都有的 所以并不是说必然都会发生 而且当时认为呢 英国跟德国的经济关系 当时的所谓第一 这个世界全球化 第一波的最高的这个全球化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成型的 就是当时英国跟德国的贸易关系 都非常非常密切 所以的话呢 有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 因为经济贸易关系要脱钩啊 要要什么 这不会变成世界大战 可是呢他们说 如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历史教训来看 并不必然如此 并不会影响到世界这个战略 跟这个安全 国家安全跟世界这个这个 大权争霸的这个 不会不会因此 因为彼此的经贸关系 那么密切 而避免发生 所以的话呢 现在中国也是这样 美国的话呢 是在各种方面 他尽管他这个 这个从这个两年多前 这个三年前 我现在搞贸易大战啊 还有各种这个高科技战争 战争啊什么之类的啊 想要脱钩啊 可是的话呢 显然这个美国这个 这个经济上脱钩的这个 贸易对美国自己 并没有什么好处 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可是两边的关系 还是在这方面是很密切的 可是这并不影响 双方在这个战略安全上 就是地缘政治 跟这个西太平洋 或者是印太平洋 印度太平洋的 海权的争霸的这个紧张性 那所以的话呢 像这个 而这里面的这个大格局的 中美之间的大格局的这个 就中方挑战美国 在印度太平洋的霸权 这一点的话呢 是很明显的 中国并没有全面挑战美国 全世界的霸权并没有这样做 可是中国显然不会这个 在这个印度太平洋上面 把他的这个实力 就是在维持 这个印度太平洋上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国际利益啊 或者是这个海上的这个 这个这个权力啊 让给美国的话呢 是说我是 会绝对不会让中国 取代我们的霸权 所以这点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的话呢 现在就是这个叙事待发啊 这个就等于走到 1905年的这个关头了啊 那我们知道美国的话呢 是利用各种的这个 可能他可能敲动的杠杆啊 或者砝码来刺激中国 来来在在在在这个 进行所谓的极度竞争 这个极度竞争其实讲起来 就是争霸的意思啊 那么这里头的话呢 台湾显然已经成为 所有人关切的这个重点 而这个重点里面 这争霸里头的话呢 台湾的国际地位 是关切的焦点 就跟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红线 就是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国啊 这怎么属于中国 各国有没有各国制定自己中 所谓的一个中国台湾国际地位的这个看法的这个自由度啊 美国是现在是两方 一方面说我们不承认他 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任意的中国 可是的话台湾地位 国际地位就是主权地位 并不属于中国 这是美国很清楚的啊 于是乌呢 他现在的话呢 就是要尽量的在这个国际外交上的话呢 支持不同这个中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看法的国家 挑战这个中国的这个立场 而这一点的话呢 这个立场网刚刚好就变成了手上最好用的一个棋子了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明镜news.com 推特at明镜news 脸书facebook.com